好 玩具TV 第八季 第七集 今次 玩飛機 是正常的 對我來說是正常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 留意七仔 都知道 新系列的 推出了 我覺得是頗受注目的 其實都不新的 日本推出了很久 就是1比100的 現代戰鬥機系列 這是1比100 如果上次問F14機出的師兄 你們現在就要去找 剛剛推出了 昨天已經開始看到有 每個人都說 有什麼整架位機理VF1S 這架機的 是最高的 這兩隻天外來物 是為什麼會有 其實多一句 是賣廣告 如果大家有留意 PanSense那本 如果訂滿約乾期 就會跟回日本 就會有 一架 傳說中的限定版給大家 我和你一樣 不太懂日文 不知道日本有什麼要求 但是我們知道香港的要求就是 1至10期訂了就有 好像是這架 X2 沒錯 另外訂了11至20期 就有這架 F4 J Fantom 2 是日本的表演機隊 是 2008年的卡通 它就叫做Black Special 美國就叫做Blue Angels 其實每個家都有它的名字 雖然是日本的機會 但是這個花 和它的上色 我覺得就好像高了一個層次 是 大家都不用多說 直接現在Walk Up 會拍回 這是實物來的 大貨都是這樣 如果你說有訂的話 不過 什麼時候才能收到貨 我不知道 我沒有留意 它就是你訂1至10期 在網上 就有X2 是 11至20期 就有這架F4 都直接可以看回本身的細節 這架 真的這次 特別是這架 這架 Fantom 2 它的標準 是比以往的機器 都要多 是啊 它這個 我都挺肯定 令我的感覺 就是 之前它好像開榴彈 哈哈 這架真的特別出色 但是它 對 對 機頭的側的位置 Marking 312 Danger 那些Jet位 排氣 哇 根本就不同級數 它本身和上色 它是雅的 我覺得近一些真實 刺毛型 對 之前那些就 先看看機底 一不做二不休 對 它機底的裝置 都可以和本身第一期的F4 好像有點不同 沒有記錯 不是 一樣 對 因為本身有些 這兩條 有些 有些 川崩位 那些川崩位 是一樣的 嗯 但是飛機迷 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一些 武器收納架 那裡 Anyway 我們馬上拍攝 那個帥哥 帥哥 這個機頭 這個花 還有駕駛員 也有 那一刻才過癮 雖然你找不到它五官 但是 怎麼都叫有駕駛員 夠薑 一比一霸 我覺得收了 收了貨 所以雖然這個F4 叫做出了這個機型 但是這個花 就真的 哇 這些Marking 真的沒有開流灘 漂亮 寫著是不是有兩條 危險 百計一路 當然我們日本國民更加開心 因為有自己國家機 快快說說另一架 這架也是日本機 不過呢 我相信會多些人想要的 因為這款機是只有日本才有的 是 本身也是研發次世代戰鬥機 一些架子來講 就做了一架Phototech 所以這架X2 就是叫做2016年出廠 也是唯一一架的 我想都可以叫做概念機 是啊 其實它現在的下落是怎樣呢 沒有 其實都沒有下文 不知道是經費的問題 還是開發的問題 都 文說已經終止了 終止了 但是怎麼都好 是不是終止 我不知道 始終我又覺得 不會故意挖肚皮給你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怎麼都好 既然 有這樣的環支飛機 作為一個限定版推出 都真的開心 都開心 可以看一些細節 因為本身X2 都是一個單座位 比較像F22的機 是不是30出的? 30 我都很怕拋錯書包 30廠 本身都可以見到 它的機型設計 我自己覺得 就略像F22 可能它的機身比較淺少 你看到F4旁邊 上次我們也見過的J20 J20差不多這隻 F4那麼大 我想都是 其實現在 特別是新世代的戰鬥機 在體型上 跟上一個Generation的飛機 去比 它越來越像 二戰的尺寸 小一大截 等於這個MS 由這個20米級 突然之間轉回16米 甚至15米級 最後我想都看看X2 本身的外型 以及本身的marking 引擎位置 都用了銀色做配搭 不會掉的 看一看機底 其實都可以 試試這樣扭 會看得清楚 機型的大小 剛剛小 F35A少許 我覺得 我剛才說得對 反而有很多 第五代的機種 是相對小 是J20還是尺寸 不過我又 其實始終 這些幻子機 我不知道它本身 飛彈的陳列 裡面有沒有這些構造 通常都塞在裡面 裡面幾大機會 會和這個F22一樣 都是很多內藏式的兵器 但怎樣也好 有沒有後續機會再看到 還有本身 我又沒有特別留意 X2 它有沒有一些 即是SPEC 說它的作戰半徑 飛行速度最大多少 爬升多少 可以抵受多少G 這些資料其實全部都沒有 可能只有三菱和日本軍方才知道 我想他們可能留下的錢 研發VF1S也不行 又或者整個1比1的Gundam 也在等他們的機械人出 可以走的 沒錯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打阿明 我們玩這個飛機 就先玩這裏 在這裏 稍後還有很多東西 有新的 我要走了 講完這個 句令神 好了 好了 好